很多人都會因為 前一將或者前兩將 很難打 而且被誇摸猛 然後被三家欺負 其實 好的 那麼老師經常 阿太也經常分享 換將可能換手氣 所以你們在打麻將的時候要切記 不要把上一將 就算上一將破桶啦 對呀 對呀 只要換將 他就可能換手氣 所以都要 心態要重新調整一下 那麼為什麼 換將可能換手氣 那麼這第一個 原因是因為他換了位置 那麼第二個原因是 他上下家可能變換 會對換 但是換位置一般是最大的原因 上下家有變換 這是吃藥原因 對 那麼其他有 還有其他原因上課 課堂內容有交 對 但是大家要記得 這個很多人都會因為前一將 對 或者前兩將 很難打 而且被誇摸猛糊 對對 被三家欺負 結果換將的時候就打得畏畏縮縮 就比較沮喪不敢衝啦 對對對 有時候會喪失這個起飛的 逆轉的好良機 對 所以一開局的這前兩三把 要稍微盡量拿起勇氣 衝衝看 衝衝看 我覺得老師為什麼說 一樣如果換將的話 嗯 可能換手氣的情況下 還是要打衝一點 對 評估一下自己的手氣 對 大概兩到三把 衝個兩到三把 如果真的不好打 再來回復 這個不好打的打法 對對對 那麼不好打的打法 你們一般採取的就是 所謂的保守打法 對 所謂的保守打法 那麼當然老師課堂上 有教所謂的逆打 對 還有其他兩三種打法 對 那麼你們沒有上過課 就是 先採取保守打法 對 那麼所謂的保守打法呢 那麼 很簡單的 理所當然的就是 不對勁 比如說進牌速度太慢 對 那麼別加進牌速度太快 那麼 我們明顯的落後 那麼就 趕快下車 趕快下車 那就求安全 求安全 趕快你一餅這邊 到台中加兩台 怎樣 好的 那這些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歡迎來直播上面跟我們互動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以及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就直播上見囉 掰掰